李宗盛 郭文贵 郭文贵 好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扶抱的技巧 首先要讲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做的是扶 不是抱 因为如果要抱的话 那就会令到你们自己很容易受伤 亦都给不了一个机会 老人家有机会在整个过程之中参与 所以现在首先看一看 为什么平时帮老人家由椅转去轮椅 或者由轮椅过床这么困难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在坐去起床的时候 有些动作他是没有做到 所以令到整个坐去起床的动作变得这么困难 我首先看一看 通常老人家起床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老人家起床的时候 他们的人是不会往前的 然后他的脚就擠到很前 所以起床了一半的时候 他又不敢放手 因为他很怕跌 所以就会令到整个过程就会腾腾震了 你帮他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算好 因为他又站不定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请你坐下 那我们讲一讲 平常 起床的时候 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起床 很自然 当你叫我起床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 他人会做的 其实他会将脚 缩进一点点 那大约缩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脚趾 和膝头角 差不多成一直线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 在那个动作上面 令到起床容易一点 那第二 当我们缩了脚之后 通常我们会很自然会做 是什么呢 人会往前的 往前 因为当往往往前的时候 将整个重心转移去前面的时候 那屁股就很容易拿起了 那如果我们通常跟老人家说什么呢 很多时候老人家因为往前 他会怕跌倒 所以他不敢摁 那我们会提他什么呢 就是说 提他尽量膝头摁前 去到膝头角 给他一个目标 那当他集中了在目标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 说担心会跌倒 因为令到他分神 那就会摁前到膝头 去到膝头角 然后呢 自不然 他一推 我们就可以叫他 双手 帮手推一推 那自不然会起身的 那起身之后呢 我们要提老人家是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很多时候呢 一起身起到一半 他的膝头角又屈住 屁股仍然在后面 所以他会有感觉 他自己在跌向后 那所以如果我们帮老人家的时候呢 当他站到差不多 我们就要提他 收屁股 然后尽量尽量 尽量向前 那他重心就会拿回 在脚那里了 那就可以容易点 站直了 那当坐下的时候 老人家通常会怎么做呢 这是错误的方法 通常呢 老人家就会很担心 然后呢 因为膝头角不够力了 那于是乎他就会 垂直地一蹬 蹬下去 然后呢 直脚就扇一扇向前 那这个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那如果我们叫老人家 可以做得好一点的时候 是怎么做呢 我们想想 我们起身的时候 我们是 踢前 屁股在后面 那所以坐的时候 我们会相反 叫他要屈膝头角 顶个屁股向后 收腹 好了 那现在起一起身先 用个正确方法起身先 对了 那很合作 他用个慢动作 给大家看一看 收好脚 蹬前个人 好了 如果我们帮老人家 提他怎么坐下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他屈膝头角 好了 那你见他了 垂直了 那我们通常会提老人家 收腹 你可以轻轻提一提他收腹 那我手会在后面提一提他 中前的人 然后再坐下 用手按住椅子 那就可以防止他 蹬到椅子那里了 那大致上呢 如果由坐起身 这些正话所说的 就是一些预备的动作 而坐下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 如何做得好一点 令到坐的时候 不会他蹬下去 令到帮他手的 都会扯到腰骨了 好 正话刚刚就说完了 由起身和坐下的时候 一些技巧的 那现在呢 就想提一提的 正话呢 他由这里起身呢 我们呢 有一个动作没有特别做的 因为这张椅子 不是很深 那所以呢 由这里屈前起身 不是太困难 那如果有时 坐那些椅子 是比较深的 那坐得很厚的时候呢 如果要就这样起身 比较困难 那我们可以提个老人家呢 其实是 踢前一点 移了个屁股向前 移出一点 在椅子上 对了 那当移出一点 的时候 那只不然 那只脚呢 和膝头肩 容易成到一个直线了 那呢 踢前的时候 就容易起一点 因为呢 不需要呢 那么大幅度的踢前 那所以呢 这个动作呢 就是 给一些老人家 如果要坐一些 比较深的椅子 难踢前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提一提他 先移前一点 先坐在椅子上 那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老人家 当我们叫他 踢前的人的时候 他因为怕呢 他怎样踢前呢 其实他就会 縮起来踢前的 整个人 软迈了来踢前的 那如果用软迈来踢前的时候呢 其实 重心都没有向到前的 那呢 起的时候 一样那么困难 因为他整个人寒了背 那我们可以提个老人家 是怎样做呢 就是说 当他踢前的时候 我们的手呢 在他后面的腰那里 那里 小小提一提他 叫他踢回直一点 是的 然后才 屋前的人 那自不然就可以真真正正 将个重心呢 移到他前面 然后才叫他起床了 那这两个重点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 现在就是示范一下 怎样帮长者 由普通的椅 过去轮椅了 现在就由职业治疗师 示范一下 怎样帮长者 由普通的椅 转移过去轮椅了 那首先要将轮椅呢 移近长者 那大概是放在九十度角左右 那首先呢 就要将个脚踏移开 不要妨礙那个位置 那接着就是要锁车的 锁完车之后 就可以将那个扶手呢 是移开 那那个护老者呢 尽量呢 就站在那个长者的前面 要跟长者沟通 看看准备要做些什么了 那护老者呢 一只脚呢 就指向目的地 就是轮椅那边 另外的长者 也都帮长者呢 这个脚踭也是指向轮椅的方向的 好了 有几个原则要留意的 我们扶抱的时候呢 那个护老者呢 是要尽量是樽低啦 是用大肌肉啦 背脊要直的 如果那个长者的手是有力的话呢 就尽量帮他呢 叫他按住那个轮椅的扶手 是借力的 好了 那沟通完之后呢 就帮那个长者慢慢起身了 起来是不需要站得太高的 大概半瓶的状态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太高呢 反而他容易会失去重心的 那现在看到呢 就已经转移了过去的轮椅那边了 那慢慢将长者 叫他污纤一点的身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他 坐进去一点的 那记得啦 完了之后呢 要扣回安全带啦 还有将刚才移开了的扶手 和脚踏都要放回好 那就大功告成啦 其实刚才的示范呢 只是一些最基本的 如何帮长者 由普通的椅子转移去轮椅的 如果更加复杂的情况呢 最好是请教你的物理治疗师 或者是职业治疗师 或者是参加我们长者护脑的课程 带上长者一起来学 那就保保安全啦 的核酸 的核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